上海市与台北市的代表 共同签约交流合作备忘录 请双方交换文本签讯 请签约代表将签约本展开 面向观众与见证人一起合影留念 让我们共同见证这美好而难忘的时刻 好 签署仪式结束 下面要请两位市长单独回应 请其他嘉宾稍等 我们先请宫市长 蒋市长 一步到您的右侧舞台的这一面 再请其他的嘉宾从舞台的另一侧先行入座 好 两位市长握手可以 我们共同祭祝这一刻 今天这样一个时刻非常特别 所以呢 大家也像朋友见面一样 一起来一个自拍 线上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共同回应 用特别的方式进入这特别的一刻 我们也期待上海台北两世 友谊长存 该次感谢两位市长请入座 双城好 两岸好 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感想 各位都知道 这一趟双城论坛之行 能够顺利举行 并不是想当然而容易 我们必须克服彼此的分析 我们必须创造可以对话的空间 然后 尤其重要的是 我们愿意对话 愿意在不平静的两岸关系之下 能够找出可以对话 可以共享的价值 双城好 两岸好 我之所以这样讲 无非是因为上海 是一座了不起的城市 台北 是一座非常独特的城市 两座在历史上 关系甚深的现代化城市 如果能够持续秉持 理性 开放 进步的治理原则 往前走 而且 持续维持双城之间的论坛 以及各项交流合作的领域 我相信 双城好 两岸好的心态 必定可为 我在来上海之前 在台北 参加了一场很棒的经验场 是余大为部长的经验场 余大为先生 他的家族 几乎是半步中国现代所缩影 他在上海 读过圣约翰大学 在抗战时期 他头目从容 他是抗战胜利的幕后英雄 他当时还做过兵工署署战 后来来到台湾 他也参加在金门的马尔山后战 甚至受伤 从上海到台北 这是大时代的命运 这是个人机遇的选择 来到上海 又让我想起 因为上海人 对台北对台湾的影响 他就是从台北洪回上海的作家 张爱玲 张爱玲 是在孤岛上海成名的 后来却在台北 主板他的全景 红遍了华人世界 后来在大陆改革开放之后 从台北洪回上海 火台这些都是信守免牌 我可以想到在现在身上 台北和上海的关系里面 特别在人的身上 大时代会影响个人的命运 但个人的选择 会影响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这就牵涉到了一座城市 他要做些事 又或者是一座城市 在大时代 他要扮演什么角色 可以影响着时代的主义 台北和上海 在大时代 在这样的历史过程 是不断往前进的双城 而身为双城首长之一 我相信我和上海市公市长一样 都渴望在大时代里 把城市制度做好 所以 我们今天 把双城论坛的主题 设定为 新发展新趋势 同时我们聚焦在 低碳影序 数位经济 以及智慧医疗的原因 我相信每座城市 都必须要赶上世界的潮流 搭上巴架列车 才能够为市民朋友 创造方式 但是 台北和上海的双城论坛 又不仅仅是 城市智力的角色 双城论坛 更在两岸关系中 具有重要 关键性的指标 两岸关系 恰如江湖秦州 当然 不应该是 过境迁返皆不是 但是 也不应该一厢情愿地认为 秦州过万处山 在困难中 找寻方向 在迷雾中 我们要冷静思索 所以 我想双城好 两岸好 特别在这个时候 我们更要重视 而且珍惜这样的论坛 我们要无数的对话 理性的对话 诚恳的对话 当双城能够继续过去 大时代对于 个人命运的冲击 我们就可以 珍惜 了解到 理解到 和平和会 当双城 能够成功地化解分歧 消灭对立 双民所产生出来的 连带效应 将不可限量 让我再一次强调 双城好 两岸好 我们要耐心 更要有信心 祝今天的论坛成功 双城进步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